最最最最最好上手 杏仁翠餅 欸 各位各位 結果有瓦斯 新手媽媽的 無限挑戰 歡迎收看 新手媽媽的 無限挑戰 今天新手媽媽 要為大家帶來 有史以來 最最最最最好上手 杏仁翠餅 欸 其實就是杏仁瓦片的意思 因為我之前都是做比較平一點的杏仁碗 那我今天我想要來做 我們的杏仁稍微厚一點點的 好 我們首先 沙糖 先來做一個 隔水加熱的動作 所以一樣 對不起 好像沒有瓦斯 等一下 欸 各位各位各位 各位 我們整個前面的 都弄得很好了 結果咧 沒有瓦斯 好 有了 然後我們帶 一個蛋白 蛋保濕邊 蛋白呢這邊 可以讓我們的餅乾 更有脆度 最近收了很多 很刺的那個 絲型 有一個 聽說在東南亞的 天翠的教練 然後他就說 很喜歡看我的 就是料理的方式 然後跟我講話口語 他說喜歡我講話 因為台湾狗語嘛 對不對 看了就很感動 就是謝謝 就是從 四面八方 支持我的 朋友們 然後也很 謝謝你們的支持 又哭了 對 對 融化差不多之後呢 這邊我們就可以拿起來了 加入我們的鮮奶油 來過篩我們的 麵筋麵粉 分兩次 來加入 記得也是輕輕的 攪拌就可以了 差不多之後呢 杏仁片 把它放進來 喔 有沒有 很有那個感覺了 嗯 然後接下來呢 你可以封上我們的這個 保鮮膜 大概進去 30分鐘到20分鐘 你看 都融合在一起了 而且它變得有點黏稠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了 來把它放到我們的 煮模具裡面 那如果 你自己呢 要做這個 薄薄的片的話 你一樣把它 鋪上去之後呢 用它就把它 用三 就可以了 在我們要進烤箱之前呢 噴一點水 好了 烤10分鐘 150度到 160度喔 好 你看 喔 很漂亮 這個 是薄的 這個是厚的 所以今天兩種厚薄都 推薦給大家了 然後呢 加上鍛帶 喔 超級漂亮的 最重要 許許要來試吃 嗯 嗯 喔 滿滿的嘴巴都是杏的 然後很好吃很香 但是可能就 沒有像 我們一般的那個 脆 這麼的脆 然後薄的 喔 一般就薄了 嗯 這個很適合配那個 下午茶 我覺得就給我這個 所以今天呢 味道要帶來兩種 你喜歡厚的還是薄的呢 今天請走媽媽 信任這邊 挑戰成功 好我們現在要來加瓦斯 所以呢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要做台之前呢 一定要確保 我們的 你遮住我了 確保我們的這個 好好好 鬧了 我就看你什麼時候轉換 我就唸到什麼時候 然後媽媽特別的喜歡唸 不要碎唸 可以了可以了